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村上春树 跑步多年 我收获的不止身材 提到村上春树 很多人会想起诺贝尔陪跑者 这一个标签 虽在奖项中一直陪跑 但生活的赛道上 他却一直都是自己的主角 他在33岁那年 决心开始长跑 每天10公里 每年参加一次马拉松 这一坚持就是30余年 村上春树曾说 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 只要日日坚持 从中总会产生出 某些类似客观的认知的东西来 他把自己跑步的历程 和在途中的感悟 写成了一本 当我跑步时 我谈些什么 他在书中诚实记录 自己的所思所感 文字朴素自然 却在简单中 让人有深刻的体悟 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跑过了上万里路 村上春树说 跑步带给他的 绝非只有好身材 且听风吟荣获仙人奖后 村上春树正式成为一名小说家 但由于之前长期浮案写作 他体重明显增加 体力也开始逐渐下降 加之 写作需要精力高度集中 他便时常通过抽烟来提神 这给他的健康 埋下了巨大隐患 他自己也意识到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写作不可能长久 于是他开始尝试跑步 从1982年秋天开始 村上春树每周跑60公里 风雨无阻 从夏威夷的考爱岛 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从参加日本村上式铁人三项赛 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 三十多年下来 村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奔跑 他的身体也因此变得更加健硕 人也精力充沛起来 想起前阵子 韩寒也曾因为跑步上过热搜 人到中年的他工作压力巨大 又经常熬夜 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大不如前 后来他开始坚持跑步 从开始的举步维艰 到后来跑完五公里 只需要八分钟 最后基本达到 国家三级运动员水平 运动和不运动的人生的差距有多大 从一个人的身材和精神状态 就可以看出来 村上春树说 倘若从不偷懒 坚持努力 代谢便可以维持在高水平 身体愈来愈健康 强壮 老化恐怕也会减慢的 运动是最天然的保养秘籍 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 坚持运动的好处 一年两年或许看不出来 但是五年十年 量变引起质变 身体机能总能保持一个良好状态 早在两千多年前 医学之父西波克拉底就曾说过 阳光空气水和运动 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 保持运动习惯的人 都不会过得太差 村上春树说 自己喜欢跑步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很享受跑步中那段独处的时间 平日里生活的琐事 令人疲倦的人际关系 写作的巨大压力 都让村上感到烦闷 而跑步刚好就给他提供了 这样的一个契机 让他从诸多烦心事中抽离 奔跑的过程中 他无需和任何人交谈 不必听任何人说话 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 凝视自己便可 村上很享受这段 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光 在路上 他偶尔戴着耳机 听自己喜欢的摇滚乐 或者在空白中 任由思绪漫无目的地飘散 在挥洒汗水的同时 灵魂得以整顿歇息 小说创作的灵感 也源源不断地涌来 村上春树说 生活中琐事很多 忙碌的无法喘息的日子里 更需要奔跑 想来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每天醒来 工作 家庭 孩子 人际关系 种种压力 让我们很难体会到 生活中的小确幸 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机会 每天抽点时间 跑跑步 什么也不用想 一个脚步接着另一个脚步 只管往前跑 人这一生 其实不用安排得太满 适当给自己留些空白 和喘息的空间 反而能让生命的层次 更丰富 在村上春树看来 写作是十分孤独的职业 而这份孤独既催生灵感 也容易摧毁生活 所以他选择用跑步 来排解过多的孤独感 让身心处于健康 平衡的状态 村上春树说 每当他因为某件事 心情不佳 内心郁闷时 他就会比平时跑得更久一些 消耗更多体力 在跑步的过程中 随着体力逐渐消耗 他会把情绪默默吞咽下去 把自己的所思所想 融进小说中释放出来 这一进一出之间 生活的烦恼也就被治愈了 知乎上有一位网友 曾是重度抑郁症患者 三年前因为爱情 事业双双受到打击 他便一蹶不振 整日郁郁寡欢 后来他的朋友 看不得他这副颓废的样子 就强迫他去跑步 一开始他是不情愿的 但在跑完第一个五公里之后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好像心里所有郁闷 都随着汗水排出去了 从此 跑步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说 坚持跑步带给他的 除却宣泄压力之外 更多的是一份精神的滋养 就像作家阿罗尔所说的 在奔跑的路上 没有人和你说话 你却在交流 风穿过你的身边 且听他低吟 再听脚下沙沙作响 看天空宽广湛 也许困惑你很久的难题 都在不经意间得到释然 运动可以治愈身心 让自己远离浮躁和矫情 当你步履不停地奔跑时 所有自卑 怀疑都会随着风景的移动 被抛出脑后 当你在努力地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 对人生掌控感就会越强 生活的烦恼 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这世上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律 坚持运动就是其中一个 孙上春树说 写作和长跑有相通之处 比如都需要专注 都需要忍耐 都需要心无杂念 无论哪一样 都得益于他多年的坚持和自律 他坚持跑步 二十多年如一日 无论在夏威夷 日本还是在美国 不管行程多满 天气有多恶劣 他几乎从不见断 在跑步最难熬的阶段 他更是告诉自己 因为今天不想跑 所以才去跑 跑马拉松时 他坚持从四十公里 跑到五十公里 再从五十公里 跑到七十公里 无论奔跑速度多慢 也坚决不步行 写小说也是一样的 他定下严格的作息时间 每天在书桌前工作三四个小时 将意识集中在正在写的东西上 其他什么都不考虑 正是这份极度的专注和强大的自控力 让他到了七十多岁高龄 依然精神绝朔 保持旺盛的创作欲 有句话说得很好 自律并不仅仅意味着变美变瘦 它还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自我控制的能力 想要变得自律 你需要和自己的懒惰做斗争 需要克服各种困难 需要规律作息 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而当你不再以忙和累作为借口 早上不再赖床 而是立马起床跑步时 你就离更好的自己更近了一点 只有对自己狠一点 懂得约束和自控 才能在诱惑遍地的世界里 活出自己的精气神 特别喜欢《村上春树》 关于跑步的一段话 他说 人类天生就具有奔跑的欲望 需要做的只是将它释放出来 没有爱我们无法出生 没有跑我们无法存活 或许我们所有问题 暴力 疾病 肥胖 抑郁和贪婪 都是从我们停止奔跑的那一刻开始的 运动 维持健康的秘方 也是治愈身心的良药 人生是一条漫长的马拉松 屋中有坎坷 也会有风雨 但就如《村上春树》所说的 静况越是糟糕 我们就越拼命地去奔跑 保持运动 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才能在人生的至暗时刻 找到重新出发的勇气 当你健康自律 你就会发现了 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也没有过不去的事 愿你自持自律 扛得住磨难 应付得了挑战 成为更好的自己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守候